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身份应该比十九号墓主人更为尊贵 二十六号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与二十七号墓主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在二十六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上 专家们找到了重江做为桓公用顶几个字 也就是说这个顶是重江为桓公做的 显然桓公应该是一代瑞公 而这个重江很可能就是墓主人 这个中啊就是重 就是老二的意思 那么江啊就指的是某一个江姓国 在一座大漠中 同时出现瑞江两国的国姓 这意味着什么 重江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身份呢 查阅历史资料 考古人员果然在左传中 找到了关于瑞江的记载 瑞伯万之母瑞江 五瑞伯之多宠人 故竹之出居于位 根据历史记载和青铜器上的名文 考古人员判断 这里的瑞江应该就是二十六号墓主人重江 他很有可能就是名文中瑞桓公的夫人 在二十六号墓中不仅出土了五顶四轨 而且墓主人身上还配有鸡黄莲珠相氏 专家介绍 如果按理智配五顶四轨 应是诸侯这一等级 配七皇莲珠又有七命诸侯之说 由此可见 二十六号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符合诸侯夫人的级别 此时又一个疑问出现了 还未发掘的二十七号大墓 与二十六号墓紧紧相连 作为梁戴村墓群中最大的一座 也是唯一带有南北两条墓道的大墓 它的主人会不会更有来头呢 所有人都期待着大墓揭开的一刻 2005年8月下旬 正当二十七号大墓刚刚发掘至果市顶板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公安局 韩城公安局真听了这个韩城当地的 导谋分子那个手机电话 就听他们这个电话里面反说 搞大的搞大的 虽然没有明确的盗墓等字眼出现 但公安人员还是敏感地意识到 这些嫌疑人可能近期会有大的变速 他们所说的搞大的 是否瞄准的就是即将发掘的二十七号大墓 经过几天的追踪埋伏 2005年8月30日 终于在离二十七号大墓不远的春沟内 抓获了几名正在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对这个导谋分子交代 当时他们那个就是在 在这个韩城一个宾馆里边住的 周住的那个地方 是白天睡觉 晚上在这儿作案 晚上作案他们背的那些食品 就韩城当那个芝麻烧磨子 矿泉水 还有那个方便面 到达以后是轮换作案 就是不停的作案 这几个人在干 干完那几个休息 休息会是接着干 不但地在这儿干 所以他们那个进度是挺快的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 盗洞已经打了三十多米 而这个盗洞正是通往 正在发掘的二十七号大墓 因为我们考古发掘 他那个按那个考古发掘的程序做 他做的比较慢 特别是到发现文威以后 那个就是慢慢的清理 用那个刷子了 一牙签了 一点点扣一点 就发现以后 可能还得好几个月 才能上清理下去 但导谋分子的话 这可能就是几天 从下面就把他给倒掉了 虽然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 但二十七号大墓是否已被倒扰 谁也不敢下定论 二零零五年九月中旬 二十七号大墓终于发掘到了 果板的位置 当考古队员们看到这一块块腐朽的果板 依然整齐地排列在果室上时 每一个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孙炳勋一直悬着的心 似乎也放下了许多 所以到这个时期咱们基本就完全确定 这个墓应该是个保存比较好的这么一座 但有南北两条墓到的这么一座大墓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二十七号大墓的果板终于被击开了 从这二十七号的这个墓葬这个规模上看 它两条墓道形式最大 所以二十七号墓那个发现兵器的可能性最大 兵器发现的与否啊 与这个墓主人生前的性别和他的地缘有非常这个重要的关系 那么二十七号大墓中会不会出现兵器 墓主人又是不是他们当初所推测的锐功呢 几天后终于在果市的东北角 出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兵器 虽然出土的兵器并不多 只有五支青铜歌和一件青铜乐 但品相完好 铸造精良 而且依然保持着锋利的韧口 这一重要发现的意义在于 确定了墓主人的性别为男性 然而单从几件兵器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 显然证据不足 就在考古人员发掘果市南部的时候 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竟然出土了近两千余件青铜车马器 从这个车马器的数量上也能判断 侧面判断墓主人这个身份已经相当相当的高 接下来在果市的北部 考古人员又发掘出了一面起墓建谷 这个非同寻常的发现 足以是考古人员大致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了 根据目前国内发现情况看 这一面谷应该是国内最早的谷 能够使用这个红色和黑色 这两种颜色来在谷面上 组成了有龙纹这个图 龙纹的这个图像 反映了墓主人身份 应该就是这个诸户等级的 随着兵器 剑谷和大量车马器的出土 有关墓主人身份等级的问题越来越清晰了 孙炳君自时对于27号墓主人 及他与26、19号墓主人的关系 有了大胆的猜想 这样的话 那么27号墓也就是一代瑞国的国君 26号墓和19号墓也就是27号墓主人 他的他的两位夫人 其中26号墓出土的名文上 有众将作为还公尊顶 这么这么一段话 那么这一段话实际上就点明了27号墓 26号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仲江的墓 而是他所明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个还公 也就很有可能就是27号墓主人 他的墓也就是一代瑞国国君 瑞还公 究竟27号墓主人是否就是一代瑞公 最有力的证据无疑是明文 为了在入冬之前完成发掘工作 考古队员们几乎日夜不停地轮流捣换着工作 奇怪的是 一连几天下来 墓中依然没有什么重要发现 据考古队员刘银桓回忆 就在一天夜里 当他发掘果实西部的时候 突然发现好像有青铜器 当他一层层拨开上面的土层时 没想到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件青铜礼乐器 接着 几天下来 竟然在果实四周出涂了大量的青铜器 这是他们异常兴奋 单从青铜器的数量上 就能看出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他们开始在每一件青铜器上 仔细寻找着他们期待已久的明文 终于有人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有明文 提取后经过清理 清晰可见的未工作为驴腿 六个字样呈现眼前 那个神秘的墓主人 似乎已展露出他的容颜 这个明文的发现 对咱们推断墓地的国别 起了一个至关重要作用 咱们前面讲了 就是要定梁带村墓地的国别 可能最主要要指望27号大墓出土明文 虽然这个明文不长 只有六个字 但是这六个字里面就有两个字 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信息 就是瑞公这两个字 在27号大墓中 新出土的高等级青铜礼器就有22件 大量的青铜器赔葬品 已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另外在青铜顶 鬼 湖中 都注有瑞公坐器名闻 更为重要的是 大墓中出土了能与公这一等级身份相对应的七顶六轨 按古代封官晋爵的等级排位时 公 侯 伯子 南 五等爵位 公这一爵位的身份地位仅次于天子 从27号大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礼乐器上不能看出 墓主人生前一定过着高贵而奢华的生活 出土的乐器有鼓 针 纯鱼和长套的石边镜 青铜边钟 更为珍贵的是 27号墓中出土的鸡木剑骨和青铜唇鱼 均为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铃乐器 果实的发掘即将开始 不知道这尚未揭开的棺板下面 到底还埋藏着多少秘密 由于棺板腐朽严重 考古人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的剔开它 几天下来都没有什么重要发现 一连几个月的紧张工作 队员们显得有些劳累 就这么一剥 谁会想到竟然剥出的是两件金器 一件金剑鞘和一件金环 这一重大发现 令孙兵军他们既感到惊喜 又觉得意外 当事人特别高兴 又没想到这里面能出金器 出土数量之多 工艺之精美 是一所罕见 随着清理不停的深入 清理到最后的时候 一共清理到48件 所以这个数字 也是让人非常惊奇 也非常震惊 因为以往 靠两周的目的里面 由于在春秋早期以前 这个大墓里面 还从来没有出土过这么多金器 因为包括三美墙墓地 金铺墓地坤 一般出的出十几件 所以这个出了48件 而且48件金器出的时候 它不是散乱放出来 它是有相当的规律 这些金器 大部分都配于墓主人的躯体上 尤其是在墓主人的腰部 好像系着一条 由十几个金环组成的腰带 反映了墓主人 生前的地位比较显赫 身份比较高贵 金器的出现 再一次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员们 在清理金器的时候发现 大部分金器的造型工艺 都与三门峡墓地 国国墓地出土的金器 基本相同 唯独这件有着监惠原研 酷似英手造型的奇特器物 他们从未见过 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这射这种器物啊 实际上在商代就有 它当时啊 早期商代的时候 没有这一部分 后来发展了 周代这个阶段 就出现了这个图 来专门构签的 但是拿黄金来做事 这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个东西本身也不是实用的 也是显示墓主人身份 比较高贵 这么一个直接的一个物证 据专家考证 在梁怠村27号大墓中 出土的金器 无论在数量 工艺和种类上 可以说是 在目前国内考古发掘的 两周时期墓葬中 前所未有的发现 27号大墓的发掘工作 已进入尾声 从墓中出土的器物 尤其是发现的 李月器和七顶六轨 更是说明墓主身份 要高于19、26号墓主人 再有27号墓中 青铜器上的名闻 为锐公座器 而19号和26号墓出土的名闻 为太子座器 和重江座器 再从19、26和27号 三座大墓的平面位置看 应该是锐国国君 与他两位夫人的 异学和葬墓 一位流离失所的浪荡国君 一顿宝镜风霜的传奇故事 他为何会被母亲驱逐 又为何不带一键玉器下葬 他与母亲之间 有着怎样的恩怨纠合 请继续收看 《消失的古国》第二集 非凡墓主 前三座大墓已发掘完整 南区的四座大墓 只剩28号墓了 从平面位置看 28号墓位于前三座大墓东侧 与27号大墓紧紧相连 由此可见 28号墓主人 应该与前三座墓主人之间 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他又会是什么人呢 当然由于墓道大家 也是希望他是一代国庸 与27号大墓一样 28号墓中首先出土的仍然是兵器 有兵器的发现表明 墓主因为男性 紧接着 在墓中又出土了 成组的乐器边钟和石庆 以及五顶四轨等青铜礼器 根据出土物中成组的乐器 和五顶四轨的配置 考古人员推测 该墓的主人 很有可能是一代锐工 那么他和27 26 19号大墓主人埋在一起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陪葬器敏的年代上看 28号墓与19 26 27号墓属于同一时期 略版于前三座大墓 而其随葬品摆放位置 也与27号大墓相似 那么28号墓主人 会不会是27号墓主人 瑞桓公的儿子 也就是下一代瑞公呢 考古队员们期待着 能够从青铜礼的名文中 找到答案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 28号墓出土的所有器物中 竟然没有一个名文 而更令考古工作者惊讶的是 28号墓中 除了青铜器 竟然没有发现一件日记 大家发现这个墓了 居然没有预计 这次让大家是悲死不得意 所以这个是这个墓的 最特殊的地方 因为这个不活惯例 周代有个很流行的说法 就是君子无故 于无屈身 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 其他原因的话 你就预计 必须成千戴在身上 至少在正式偿悔也带 但是你这个埋葬的商议的应该是 周代离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么一个很 人生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重要的离异活动 居然没有把预计带在身上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 让人感觉奇怪 古代离异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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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